大家好 我是张立军 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喜欢琢磨人 爱好琢磨事 是HR行业的一个小学生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希望找到一个 人力资源总监 或者是董事长助理的工作 谢谢 菲老师好 他面试的是HRD和HRVP 都是很高的持位了 对 你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说实话有得十多年了吧 我有一特好奇的问题问你 你看我们节目吧 经常看 经常看啊 你看我这件事问别人不好问 你知道我问任东百 任东百经常来 他也不好意思说 都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问那两个人的真实水平 到底怎么样 挺好的挺专业的 一百分打多少分 九十九吧 不对 我觉得你冲普通话 都不能给九十九啊 不是 我觉得如果 你要是给个九十九的话 我还是要迟一回的态度了 当事人自己都不敢说自己九十九 他认为是满 对 你这个怎么能给九十九呢 对 我们打个六十分就可以了 是这么给的 因为差一点的话 因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 是一样的 所以说有些 你看 邵老师他们都说你了 没有 我在心里骂的 就这么说 立军他们两个人谁更好 这个更无耻 女人更厉害 我觉得我怎么上来 我下面我觉得我两头堵的问题 我觉得我还是顾我自己吧 图老师 两头堵的才能提前出你的 对啊 我们都看你能力啊 因为第一对于选手这一块 比较直观的这个判断的话 是比较快 他需要他很多的这个 经验的掌控和积累 你觉得库尔特优秀一点 可以这么说吧 佳佳 我对不起你啊 对比库尔特和刘佳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 你说说你在以前的公司里面 你的价值如何吗 我的成绩第一 在当年我们我所在的 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话 是河北省本土最大的 两大房地产公司之一 在我去之前 人员流失率是38% 我把招聘与配置和培训与开发 这两个模块提升之后 两年后的年底年会的 我的人员流失率控制在17% 提高了好多啊 你挖锅的最高级别是 市场总监和运营总监 你是什么渠道挖人 是通过他们猎头还是通过什么 渠道的话我是通过我个人的关系 这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们俗称的圈内的这样里挖过来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15K起 只与人力资源相关 还是只要这两个职位 是的 正负 我要正的一把手 好 那你要是去任东白那 不是把任东白挤走了吗 我就想着这个问题了 任东白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总体来说 我觉得他输出的观点并没有什么 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就做一个 人力资源的一个相当的职位吧 咱们不说第一负责人或怎么样 应该能够展示出来 他足够的影响力 和他的自信 他这方面呢 我觉得他特别的内敛 但这个有点过了 太收了 对 来 第一轮选择 许国磊 任东白啊 任东白看见 都好呀 任东白求生欲很强 还有九盏灯 你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你刚才说人家表现 除了有点收之外 可都还不错 对 确实那个 我没有这样岗位 那个 他最怕的是 给他老板听见了 这个人要正值 要的工资比他少多了 完全不担心 原因是 我的老板在招聘我之前 见了将近一百个HR 我相信我肯定不是因为便宜 他才选中了我 还是因为你聪明绝顶 你既然觉得他专业 但你又把这个灯给灭了 就是说我们有点疑惑呀 我说一下 其实有一个原因特别重要 是他跟我同岁 还略比我大几个月 在现在的这种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里面 我们特别讲究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资历 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经历以后 你就应该到达那个职位 因为你永远都在 跟你的同龄人做竞争 但在这块的话呢 我的感觉呢是你的能力不错 但是没有到那个位置 这个是我灭灯的最主要的原因 每一个人要的薪资啊 是根据行业的不同 和本公司里面薪酬设计的架构不同 给的钱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我所在的是二线城市 我现在除了HR一线的 一级架构里面 人力资源中心下设的 人力资源部 行政部和企划部之外 我还承接着一个活 就是VP的活 就是我公司里面 项目里面 前期的商业谈判 和规口部门 政府的关系跑办 这一部分 我也有收入 你看他这会儿 来了 出来了 而且你做的东西啊 跟那个任冬板的职位啊 特别相似 我觉得他比东北起伴 那丽君这位选手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准备 而且一个非常职业化的 一个选手 其实我们在他回答 整个的问题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他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说东北 在咱们二三线城市 到底能值多少钱 我从来 不为 不确定的明天 去做评估 聪明 明天怎么下套了 来 天生我也猜 我们倒是想知道一个人力资源老炮 他在这个环节 他会展示一些什么呢 你不会是唱歌吧 对不对 你经常招聘的人 你不会唱歌吧 唱歌 你作为一个人力资源老炮 你资料PPT也没有 还要唱歌 你不专业 其实我心里面有个心结 企业家里面有我一个 多年来的一个偶像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首歌 唱给他的 那我来猜一猜是谁啊 你能说出来吗 我们就不用猜了 我们留个悬念 你这样好不好 好 我准备了他一份礼物 我给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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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本事见面会啊 今天 是 好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身旁 窗帘上你的影子多可爱 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 明天我就要离开 再见了心中的梦中女孩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 就让月亮陪在窗外 快去啊 往前走 往前走 是 假期 是 杨荣吗 好 主持人 再见了心中的梦中女孩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 就讓月亮陪在你窗外 謝謝